裏面的示範單位其實都已經接近完成 或者可以叫做98%完成 所以我們都會是Target有機會 在下個星期就率先開放示範單位優先給傳媒參觀 那示範方面可否透露一下有多少個 還有有沒有裝修 我們會有兩個示範單位 其中一個是會有裝修的 目標我們暫時的部份就是希望一月內會上載留書 有沒有機會農曆年前開售 農曆年前也有大機會開售 假單我們到了最後一刻才會得出結論 但是大機會在下星期會開示範單位 之前原管也說部署12月有機會開售 是否還會退遲了去登錄市房 做了銷售部份 我們看到市房自從減納之後 其實我們是多花時間觀察整個市場的 會看到現在市場是慢慢平穩的趨勢 因為我們項目的定位就是 我會簡單地形容 是屬於一個最優質的市區森盤 所以我們的參考都會參考一些優質的市區盤 未必是同區的 其實我覺得參考的不多 但是我們會參考優質的市區盤 是作為我們的零價標準 你剛才介紹過的會所 有沒有會所面積的會所面積 會所面積的 我們分了四個宋 剛才有說過我四大個區域 全層 總之我們是拿了全層 用盡每一寸空間 然後就是務求其實 你見我們在一個空間都很鬆動的 其實我們剛才的會所 我補充一點就是 我們是想集合 令住戶可以得到一個什麼的感受呢 就是說他們要什麼有什麼 簡單地說就是 在生活上的所需 他們是觸不出門 我要現身 因為我要健身 下去我又是真的有一個 自己會很開心的健身體驗 然後下去 我懶得出去買咖啡 我們又會自己 好像已經開了一個精品咖啡室在下面 然後跟一些親分聚會有地方 然後老婆太吵了 我想me time 減輕一下壓力 我們又會有一個舒壓空間 這個舒壓空間是 剛才就合併了 無論是硬件或軟件 是整個配套 每一個細節去提供出來的 中長線呢 我們一定是看好的 首先其實 Karen 先說 開始看到 息口已經見頂了 減息 預期減息 這件事 對投資者來講 對用家來講 都是一個很強的訊號 就是很強調入市的訊號 所以中長線來講 我們都是看好 尤其是市區的新本 因為市區的新本 始終是 市區的小人多 而且市區的地都不是那麼容易 要去在市區找到一些新的住宅供應 始終都不多 所以我們集團一直都比較著重市區的重建項目 所以我們都會繼續在市區找到一些新的行為 我補充一點 那樓市我們會暫時現在看到 其實有一點點回穩 就是如果你真的經歷過什麼叫跌市的話 現在這些其實你會感覺到是回穩的 有一點點 因為有轉移 就是香港是一個挺特別的地方來的 就是只要它的地點是交通方便的話 any moment 你只要是 它都一定會有它的承接 又或者是一定你會有租收 所以這一部分就跟其他國家有很大分別 所以香港這一部分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來的 所以剛才Alton說的市區 我們除了找 市區盤外找到市區用地 還要加多一個條件 是優質的市區用地 所以樓市中層線我們是看好的 所以我們亦都會繼續我們的收購部分 是的 那我們也都紮根香港 我們都會繼續在香港發展這個房地產熱步 是的 我明白 但是提起 或者都會繼續一個收購部分 會不會可以透露其他項目 或者一些 你們現階段還在做的部署 或者是會不會透露一些 未來有什麼項目 未來其實我們有四個住宅項目 其實都會陸續 可能一個月圓了一個就會去推銷出來 是的 那麼就 新聞公司也會有的了 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商業也有四個 那我那些也都會是 不好意思 原來不是我 那你也都是會 有些就是可能 給長線的收租 那有些就是會是買賣的 那推翻的部署 我們希望2024年的目標 我們會上推三至四個盤 就是無論商業還是住宅 總共三至四個盤 但是確實推哪個項目 在什麼時候推的時間 我們一路會 目前觀察這個市場 接著就 適當的時候 我們就 即使上 好 關於那八個留意的資料 我們用了 想問之中 下個星期有機會開示範單位 是開給全媒體 還是開給公眾參觀 我們會率先開給全媒體 之後再開給公眾看 有機會 都有機會會是下個星期 是的 是不是很大機會是農曆前開手 剛剛遇上了 都是很大機會農曆前會發售 六月計關鍵日 是什麼意思 六月三十日 今年的六月三十日 是一個短花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公仔 有ver 公仔 公仔 公仔